矛盾思考它会教我们一些方法 你就会发现藏在问题背后的两难情境 你可以找出意想不到的新解方 大家好 我是邢南老总林福毅 在生活之中会不会常常遇到一种两难情境 就是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 然后常常会觉得这两个选择之间是矛盾的 或在工作当中有时候老板会说 我们要省成本 我们要赚更多钱 但是我们要确保品质 省成本还要赚更多钱 然后提升品质 这中间会不会有很多的矛盾 今天我要介绍这本书 书名就叫做矛盾思考 在我们生活跟工作当中 常常会陷入一种矛盾情境 那在遇到矛盾情境的时候 我们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会变成非常的急躁 然后会把问题简单化 这时候你做出来的解决方式 可能只是二选一 但是矛盾思考这本书并不是要告诉你 只是做二选一 而是遇到矛盾问题 看起来两个对立的冲突的时候 你要用什么方式可以化解这个冲突 然后做出不再是二选一的一个决定 首先他会告诉你人为什么会有矛盾 很多时候的矛盾是人类来自于一种情绪的一个反射 有些人是坦率的 但是坦率的反义词可能就是这个人很喜欢唱反调 所以有时候呢你提出一个想法的时候就会有人跟你作对 他会说我就是很坦率 事实上这样的人他提出来另外一个矛盾的一个思考 是因为他喜欢唱反调 有时候我们常常在公司做决策的时候 都说短视近利跟长远的投资 这两个好像会有点冲突嘛 如果要做长远投资 我们认为可以让体制更好 产品更加精良 可是你就会觉得你要投资很多的金钱时间人力 没有办法立刻获得效益 这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我不该做这个长期投资 你就会回到了短视近利 所以企业有时候在决定一个行为说 如果你今天看到竞争者他很快推出个商品的时候 然后市场大受欢迎 这时候很多企业就说我们要赶快跟上这个风潮 看起来好像是对的 可是在快速跟上这个产品竞争的时候 你可能实力未具备 没有做好所谓的良率测试 没有做好所谓的顾客使用体验 你仓促的上市之后 不见得能够得到可以跟竞争者互相比拼的这个优势 所以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工作里面我们常常会面对这些矛盾 而矛盾我刚提到是情绪 老板为什么会做出这样错误的决策 就是因为他很急 很急的情绪之下可能就会做出不好的判断 所以这本书从人类的情绪告诉我们 很多矛盾思考不在于事件的本质或是选项太少 而是我们有所谓的情绪矛盾 那在这本书里面会告诉你 矛盾思考它会教我们一些方法 你就会发现藏在问题背后的两难情境 你可以找出意想不到的新解方 因为矛盾思考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要避免落入二选一 就是我要选A还是选B 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又想要去日本玩 可是我又想去韩国玩 那这时候你以为问题就是日本跟韩国 其实错的 你在想这个问题要想 你想要去日本是去日本什么地方 他考虑不只是那个地点的独特性 还有包括什么价格 谁可以跟你去 还有看到那样的一个景色 或吃的食物真的只有在日本才可以吗 同样的条件你可以放到韩国思考去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当你在做这个矛盾思考的时候 不会只是很单纯的选A就不能选B 你有没有想过可以去日本玩 那同时找一家韩国餐厅 去吃你想要吃的韩式烤肉 这样的问题也可以解决 你就会发现矛盾思考绝对不是单纯的二选一 如果学会矛盾思考 我觉得我们在做很多问题 会有灵活思考的创造能力 那这本书也会从解决矛盾思考的三个层次 来告诉我们 第一个呢 其实我刚刚提到 矛盾很多时候是来自于情绪的矛盾 所以要面对矛盾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要解决的层次就是 你要能够包容情绪 消除烦恼 第二个就是 当你遇到矛盾情绪的时候 如何去编辑它 这编辑指的是你要能够很有条理去分析出 你为什么会有这些矛盾的状况 而且要能够找出问题的解决方式 第三个最有趣 就是要利用彼此的矛盾 让你的创意可以极限发挥 那至于矛盾思考 它也教你三个策略 第一个叫做切换策略 切换策略我觉得非常有趣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现在又想要吃一顿饭 可是我要赶这个约会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会觉得 我想好好吃一顿饭 跟赶时间这件事情 你可能最后只能二选一 A跟B 但是它会告诉你 你应该做切换 也就是说 你想要吃很好吃的东西 好好吃一顿饭 一定要花很长的时间吗 或者是你去想 如果我要很快速去吃完饭 那这个快速真的一定要这么急吗 我的同事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矛盾解决者 有时候我会觉得 为了替公司省钱 那我们就搭接运 慢慢的回公司吧 可是我同事说 这时候当然是搭计程车 因为它可以节省时间 而且我们可以选择 从捷运站到捷运站中间 最有利的地点 去搭计程车 也就是你把时间可以做一个分配 然后获得你要的效率 如果我今天很执着 就是要省钱 然后搭捷运 可能花费时间 可能我就来不及 回到公司 所以其实在矛盾思考 就是要不断在A跟B的选项 不断的切换 然后你就会找到一些 有可能解决方法 第二个叫做因果策略 你可以想A跟B之间 它可能的关联性是什么 有时候呢 爸妈呢面对孩子 他就是喜欢在那边拖延 慢吞吞的 可是又来不及上学 这时候你就要想出 为什么孩子他不愿意上学 有可能今天上的课是他不喜欢的 所以他拖延特别严重 可是如果你只能说赶快给我出门 然后呢没有去思考这件事情 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状况 这时候父母可以做个决定说 原来这两个他想要拖着 我愿意上课中间有一个关联性 就是今天的课是他不喜欢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找出一个一石二鸟之地说 今天我们上完课 我就带你去吃冰淇淋 这时候产生一个诱因之后 其实是他不喜欢上的课 可他会想到说 只要硬着头皮赶快出门上完这堂课 我回来就会得到一个奖励 这时候就得到了一个因果策略的奖划 第三个叫包含策略 也就是你可以找出含A 而且含B的第三选项 这本书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 我在做决定的时候 不会再陷入所谓的二选一 而是能够找到新的方式 老公会发现老婆呢很喜欢逛街 然后自己他不想要逛街 这时候怎么办 两个可以一起逛街吗 如果只是顾及太太跟老公的选择 A或B可能就不一样 老公可能想要去跑步 老婆想要逛街 这时候两个选项在开台车出去的时候 是会发生矛盾情节了 可是矛盾思考会告诉你说 那你们就找一个综合性的卖场 或许这卖场里面就可以有 这个简单的室内的运动设备 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名品精品店 让老婆可以开心逛街 所以你的重点不在于 只能选二选一的这个兴趣 而是找到一个可以包容 他们共同完成 他们想要兴趣的一个场域 我讲了这么多的这个策略 你就会发现 不管是常常我们在做切换策略 或找出因果关系 或者是我们找出彼此之间 创造新的选项 我觉得这都是我过去 在做二选一问题的时候 没有想象过的 这本书最后告诉我们 其实人类之所以会有很多矛盾的情境 两难的情境 是因为我们常常陷入一种 情绪主观的一个判定 但是如果在遇到这些矛盾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回到客观层面去 想到如何去面对你的情绪 整理你的情绪 编辑你的情绪 你就会找到这问题之间 它不见得是互斥的 它可能有互补 只是常常我们的主观 会忘记这件事情 相信大家在今天读完矛盾思考之后 不会再害怕生活跟工作当中的 两难情绪 而且如果善加运用 矛盾思考的三个策略 祝福各位都能够在生活当中 能够找到一些 无中生有的矛盾思考 解决你的人生难题 如果喜欢我说书 欢迎订阅行难老总 每个星期说书给你听